各位同仁 请就座 我们继续开会 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 第一位由你眉正一眼执行 时间45分钟 好 谢谢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市长 还有市长的市府团队 大家早安 大家辛苦了 那其实本期担任议员以来 每一次咨询都会强调 来提醒我们市政府要注重青年的就业 就学还有生育等相关问题 那是希望打造高雄市成为青年人最喜欢居住的城市 也希望高雄有更多的机会 企业投资来提供我们年轻人就业 那所以说本期之前还有建议我们市政府 希望高雄有一个专责的单位来处理这些相关的事物 那其实本期在第一届第四次的资讯的时候 有建议市政府来建立青年展示高飞平台 专门提供24岁至25岁的青年就业 创业投资等资讯与协助 还有补助怀孕 生育 幼儿 教育津贴 补贴租屋 修屋 购屋的资金 那其实想要请教我们的市府团队 高雄有一个专责单位来负责这些年轻人有关的创业 一些事务的事项的整合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平台专门来处理 那其实根据那个内政部 内政部调查台湾老化的情况 全台湾全岛以桃园新竹最年轻 那桃园市平均年龄37岁 是六都里面最年轻的城市 桃园推出很多的福利政策 协助青年创业就业 跟让桃园成为宜居宜业的城市 打造桃园成为年轻人的第一站 那其实我知道高雄是一直在推动一个宜居城市 但是却没有宣传成为一个宜业 适合就业跟创业这样子的城市 所以这感到非常的遗憾 那我知道就是说 桃园是为了鼓励年轻夫妻生育 提供生育津贴每胎三万元 那育儿津贴三岁以前每个月三千元 桃园市政府推展亲子友善政策 让年轻的家庭甜蜜多一点 负担少一点 让年轻人感婚怨生还有能够养 不只在生育的方面 生育和居住息息相关 在住宅的政策方面 桃园市社会住宅第一阶段 已规划十座基地有三千三百户的社会住宅 预计今年十二月起的陆续动工 市府将包括政府致建 奖励民间新办 还有包租包管 容积奖励跟军方联合开发等方式 推动多元化社会住宅计划 桃园也是第一个成立年轻事务局的地方政府 推动青年创业 公共参与 还有志工服务 国际体验 青年活动跟青年学习的各项工作 这样子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城市 那他们的青年事务局在104年的施政目标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青年具有热忱活力创意跟勇于挑战的特质 是国家竞争跟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 是国家竞争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那未来就是这些年轻人来 来让我们国家发展跟社会城市进步的关键力量 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 这是一个一个城市要不要栽培年轻人的一个理念 所以为了打造一个年轻人可以在地就业 在地创业 快逸生活 竹梦竹草 安居乐业的新城市的愿景 所以说他这个青年事务局将以协助青年充分就业 启动青年创业的契机 并建立制度化的平台 然后专责来规划执行青年政策 做未来的施政愿景 打造青年人可以在地就业在地创业 安居乐业的新城市 大家看到这样的计划非常的不错 那我知道劳工局一直津津乐道 就是说我们的青年移居津贴 实际上进度去却是远远的落后 那我知道就是说 市长也很关心青年的这个部分 但是这样子的团队却让你的施政 有这样子的牵绊柱高雄市能够成立 这样子年轻人的事务局吗 那其实如果说在预算不变 市政总时寻 市政市府员工的编制 那个人数不变的状况之下 能否有一个跨处的任务单位 那这个部分我想请劳工局长回答 是不是说看到桃园这样的状况 我们高雄市是不是可以 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请劳工局长回答 好 局长请答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对青年就业的关心 那我先跟议员报告第一个 一开始你所提到那个青年创业的部分 那我跟你一样都是新手妈妈 所以对于下一代的未来的就业 其实是很关心的 所以我在上任的这几个月 我就有请局里面针对目前青年的创业 包括现在所谈的三创创业创新跟创意 这个部分目前有的社会资源去做一个网路的平台整合 所以我们现在的网站已经有了 包括劳动部或是经济部或是农委会以及国发会 在中央的部会所有的创业资源 以及我们高雄市政府相关局处 教育局 金发局 农业局的一些相关资源 我们都有把它整合进来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在我们的金发局也有针对青年的创业 有一个数位内容创意中心的计划 那劳工局本身也有一个创客空间 那我们也针对一些三创 有办一些青年的创业的讲座 所以其实针对青年的部分 就业方面我们一直努力有在做 那最近也会开始找一些相关的局处 包括研考会 金发局 还有都发农业一起来 针对于青年的就业的部分 我们在做一个深入的 看要再怎么做未来的方向 努力来做 谢谢局长 局长你请坐 那其实看到桃园这样子的整合内容 其实不是创新 在上一次大会市政总咨询 我就已经有提到过 希望我们市府可以做这样子的整合 然后单一窗口来协助年轻人 就像桃园的那个青年事务局一样 那其实刚刚局长也讲了很多 我们劳工局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可是高雄市政府对于协助青年的就业问题 还被那个审计部来打枪 就是说 104年办理补助劳工教育训练 各工会联合组织业务费及设备费 移居津贴跟八项业务 编列预算计4043万元 那累积时数是4013万余元 那这个部分还被审计处来检讨 部分补助没有定作业规范 或补助作业规范没有周延 那没有适当的有绩效衡量指标 还有那个办理补助成果的考核跟效益评估 然后没有订定那个补助业务管理 业务管考规定或管考的作业没有落实 然后还有补助案件 没有在公家机关的那个网站来公开 所以说这个资讯也没有透明化 那还有再来就是 移居那个津贴的计划进度落后 经费保留逐年增加等这些事情 那其实这样子的被 被那个我们的那个 审计部来检讨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刚刚讲到了 就是说不希望我们劳工局一直认为说 在这个部分做得很好 那既然说有被检讨的部分也是需要 大家需要来讨论一下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提了那个桃源这样子的举例 像桃源现在非常多的年轻人就喜欢在那个地方居住 所以在这个部分这样子讲下来我也想听听市长的意见 对年轻人这样子是不是要在高雄 创业居住 然后生小孩 养小孩 这个部分我想请市长回答 市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我想在青年就业的部分 大概不只是我们的劳工局 金花局在中小企业 包括我们有些MACO 开放空间 包括我们认为应该要有一些青年策略性的贷款的部分 这个部分包括现在我们也希望中央有若干的研发单位 对青年未来的创业上给予更多的空间 这个金花局的部分都跟劳工局合作 那我会觉得说整个桃源当然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 那确实这个部分他们如果有很多优点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歇息 不过就是说每个城市的发展不太一样 譬如在北部桃源的部分 他们非常需要社会住宅 那高雄市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我们对于弱势的部分 有弱势我们的这个应有的照顾 那我们高雄市也有很多衣物 衣物量也很多 那我们会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努力 那现在高雄市也有一些住宅 它就是没有土地的权利 不过这个整个一个所有购买 其他你没有土地款 但是其他这个部分 这个也都是为了年轻人未来更有能力 拥有创业 拥有自己的自己 在说要怎么来造成一个家庭 所以说我们高雄市不管是整个劳工局 包括我们的进化局 对年轻人创业的这个空间 高雄市我觉得我们的进化局在这个部分 跟劳工局合作 我们是认为我们在这个部分 包括跟我们高雄很多的大学合作 就是希望给年轻人有更多的空间 那我觉得我们还做得不够的地方 我们必须持续在这个部分 我们内部在检讨在努力 我们总是希望让年轻人认为高雄是它可以追求梦想的地方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努力加强 谢谢市长 市长请坐 但是我还是建议我们的市府团队就是说 刚刚讲的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就是专门为年轻人服务的 像例如像桃园这样的事务局 然后让年轻人觉得有一个依靠 所以说希望就是说 大家知道说现在财政警说 那在编制不变的状况之下 然后用一个那个跨局处的任务单位 然后我们就给我们年轻人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向 然后让他随时都可以问到他需要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也建议市政府 当然谈完年轻人的问题 我接下来要关心中高人士的问题 那中高人士通常都是家里重要的精神经济支柱 那如果说面临失业的问题 就会造成家中的变化 所以说我知道劳工局有统计领取失业给付人数 45岁以上的民众比例越来越高 那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 领取失业给付 然后推荐就业之45岁以上的中高年龄数 大家看一下103年就有1483个人 104年也有1000多个 那总计有30.1% 那其实各位看到这样子的数据 历年我们劳工局有辅导5000个人以上就业 那属中高年龄者有达1000人以上去的就业人口 总计有高达30.1的那个这样子的状况 那实际上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情形 本席之一就是劳工局的业务只重视我们那个表面的数字 但是缺乏真心想做事 那因为我就处理到一个符案件 就是劳工局几家就业服务站 没有积极的帮失业劳工来寻找这些工作机会 然后是为了让失业者可以领到我们的那个失业救济金 就会请一些公司行号来配合 然后让一些登记的求职者找到劳工 这些公司去面试 那面试完之后 有那个公司张就可以去继续领取我们的那个失业救济金嘛 那有一个朋友他开公司 所以就找了那个 找了人才 要找人才就去就业服务站登记 那有三家就业服务站 不管他们的公司要什么样子的人才 就是介绍求职者去面试 然后再请他们求职者的介绍单上盖一个张 那其实让他们觉得很困扰的状况 就是一周内就有就业服务站 就有三家就业服务站 安排了十几个人去公司 可是他是要找一个行政人员 那就业服务站就安排一些工程师啊 退休老师 然后司机啊 业务人员去面试 那其实他只要 他只是要拿那个张 要盖那个美合的张 那其实说 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领就的那个失业津贴 那我知道局长这样子的心态 跟这样的状况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业服务站是这样子的媒合工作 那如果说要确实帮这些企业找到对的人 不是在做表面功夫 也不是在统计这些人数 那我不知道说 劳工局现在在那个就业服务站 举办的小型真材啊 有多少成效 那这样子状况 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 那有时候 那有时候这样子你举办这样子的真材活动 到底能够帮多少人介绍工作 那有多少企业参加 会很多人都是在 在像这样子做表面功夫吗 请劳工局长回答 来 局长导物 谢谢主席 谢谢李预言的关心 其实针对中高龄失业的部分 我们现在一直透过一些政策工具 譬如缺工的奖励 或是雇佣的奖励等等 那其实中高龄失业在职场上 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技能 可能技术上 现在因为产业技术的更新 所以他们必须透过职业在训练 给他们一个新的技术 所以我们现在的职业训练的班别 其实中高龄上来这边来上课的 比例是蛮高的 那确实您刚刚所谈到的那个问题 是因为目前的劳动部所订定的 一个失业给付的一个领取的流程 他有一个就是每一个月要有去面试 两个工作的机制 那其实我们也有跟厂商 有跟他们讲 如果你是面临有人真的不是来 真的要面试 只是为了要盖个章的这种机制 情况之下厂商是可以拒绝盖章的 这个我们都有跟厂商宣导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是真的透过媒合 然后孵到 我们中高龄朋友可以顺利的 进入我们的劳动市场 以上简单跟议员说明 局长 刚刚这样您的回答就表示 您大概有点知道这样子的状况 那因为你怎么会把这个问题推给厂商呢 应该是说厂商他 我刚刚讲的嘛 他们要找一个行政人员十几个人去公司 那厂商这样也很困扰 他也没办法过滤他到底是不是要章 还是我要用的人 那我们这边没办法就是把它过滤成说 他去的就是真的要找工作 怎么会是厂商这个部分要来过滤这个部分 那这样子当你们的配合厂商 还要帮你们看看这个是不是 或者是有一些只是要那些媒合的章 那我认为这样子劳工局是不是有点推托之意 也这个如果既然有心要有行政行使这样的政策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比较不妥 好谢谢议员 我会再了解一下我们站上在协助我们市民就业的情况 如果确实这样子的一个推荐方式 已经造成厂商的困扰的时候我们来检讨 谢谢局长局长你请坐 我想说劳工局如果知道这样子的问题 应该是立即的去改善 而不是把问题推在厂商的身上 那接下来呢我知道就是说 我们社会局这个部分有提供 那个妇女怀孕妇女亲善的汽车车位 那其实我要针对这个问题来探讨 就是说我有看到一些数据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对外的新闻稿 宣称高雄有374格的汽车停车位 那我从那个交通局的跟社会局的资料统计发现 这样子的位置总共有411个位置 那显然这样子的数据是不符合的 那我知道就是说 在那个市府所属单位 有第二个市区各区的区公所 第三种就是一般路边停车 一般路边停车是136个那个妇女亲善汽车格停车位 那大家有看到一般路边停车的机车是没有的 那其实如果说怀孕妇女开车当然就比较安全 那怀孕妇女已经要骑机车的话 就已经非常的不方便 然后他机车的重量有时候他还要搬动 可能也更不方便 那这样子的部分我不知道说 为什么一般路边停车我们的机车格是没有的部分 那我知道就是说现在 在高雄市人口最多的凤山 有11个车位 那左营区有7个车位 南子区有5个车位 那我们社会局要行使这样子的政策 车位这么的少 是不是就是有点敷衍了事 所以说接下来又看到说 机车的一般路边停车却没有车位 那如果行使这样子的乘车 还这样子敷衍了事 那是不是有点呼隆百姓呢 今天请那个社会局长回答 来 局长请答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的关心 我们现在411格里面 还是汽车比较多 因为在我们的理解 通常如果怀孕的妇女骑机车出门 可能是比较不安全的状态 所以我们通常规划比较多的是汽车的停车格 有239是汽车停车格 那机车的停车格是172 那这个部分 我们有结合跟交通局 有跟一些民间的地上跟地下的停车场的业者 也有跟区公所一起来做合作 那民间的业者 他反而是比较愿意提供机车的停车格的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原则上还是比较鼓励 如果妇女这段期间出门 尽量还是尽量不要坐机车 但是他如果那是他必要的交通工具的话 我们还是有提供这样子的选项 那如果说议员 您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再增加 我们会再跟相关的单位在协商 看可不可以再增加相关的部分 只是说这个部分虽然现在相关的法规有在鼓励 但是现在都还是止于鼓励的阶段 没有相关的法则 所以我们在推动起来 有时候民众还在劝导的阶段 那我们还会加强这个部分的宣导 谢谢局长 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提醒一下说 我们社会局就是 如果要实行这样子的政策 当然就是多注重一点 那刚刚您听到就是说 孕妇妇女骑机车当然知道很多 比较多的那个危险性 可是因为现在景气不好 我们高雄市还是以机车组为居多 所以这样子的人数还是属于大宗 所以说这个部分还是希望局长 如果要实行这样的政策 我是希望说就把它做得比较彻底 让民众比较有感 不要这样子就是 做刚刚我讲的凤山那么多人只有11格 然后我们左营7格 男子那么大的地方5格 那这样子的地方就有 这样子状况是有一点敷衍的状况 所以这个如果说希望社会局 对再检讨一下看看是不是 针对这样的政策把它做得更完善 谢谢请局长请坐 好谢谢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大家就是很关心我们的那个 长照2.0 那大家都知道长照2.0 明年就要上路 那过去10年就是因为长照 那个服务的对象有限 所以深受诟病 因此长照2.0 标榜透过全新本土的量表 深化设计 那将过去被排除需要照顾的失智 跟衰弱老人 纳入我们的长照系统 但是卫福部的官员 坦承 有建于部分县市的服务网 尚未建制完成 所以在各县市明年可以自由选择 使用新量表 或者是沿用旧的量表 那本期了解说卫福部的长照2.0的量表 不但是APP版 未来甚至连同型的人都会载具平板电脑一起供应 那所以说在各县市 所以说未来照顾这些管理员 只要有人手一击 所以就可以评估建档也会一次到位 那长照1.0跟2.0的差异 大家看一下 长照1.0是日常活动功能 还有工具性的日常活动功能 那长照2.0 除了日常跟工具性的活动功能之外 还有沟通能力 特殊及复杂照护需要 认知功能及情绪及行为 然后还有居家环境 家庭支持跟社会支持主要照顾者的负荷 那我在这边也请教一下社会局长 卫生局长 高雄去年是要开始试办这些实测 实测的状况如何 明年要进行长照2.0 有没有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克服 还有卫福部提供 每位照顾管理人员的行动载具平板电脑 会分逼给还是一次到位 执行上有没有问题 先请卫生局长回答 来 局长请答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关心这个部分 那长照2.0的这个新的 我们叫做多面向的一个评估工具的部分 那的确如李议员所提到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增加包括预防跟延缓失能 还有失智还有居家医疗等等那些 更完整的一个长照的照顾 所以需要这样的部分 那部分我们在照碗专员的部分 目前已经完成受讯 那预计在明年1月1号就要上路 那这部分其实是 初期可能会照碗专员在 在整个载群的部分是没有问题 但是主要是说他们在熟悉度上面 因为它复杂度变比较高 所以这部分会在整个评估上面的时程 会稍微有一点点需要熟悉跟上手 但是因为为了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目前是我们有一个事办计划 是跟高雄农总做一个连结 所以高雄农总在出院准备计划里面 就会把里面有关于我们的多面向的一个 一个评估工具这个部分 做接近于完整的评估 那所以这样方式的话 其实对于包括从如果是这个需要长照的一个 像民众是从医院出院的时候 我们希望未来从医院本身就可以做好相关的评估 那我们的照管专员照里面可能到最后 只是需要去做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了解 跟主要就是一个附和的在居家的部分了解 那这部分其实整个我们在整个长照工作准备 这一定有相当程度的准备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中央补助的经费啊 是不是能够支持高雄市政府想要达到照护的数量跟目标 目前其实是我们是大概预估大概目前提供的经费 大概是涵盖率大概在四十几percent 那这其实是里面有其实要跟议员报告一件事情 说整个我们预估的部分四十几percent 还没达到我们满意的程度 但是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在过去长照的照顾里面 我们缺乏一个很重要叫做自力协助方案 就是说不握床不约束不包尿布这个这样子工作 那这部分其实是目前我们在明年都会加强的重点 就是透过这样方式其实是会降低 而且让民需要长照照顾的我们的民众 他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包括生理上的自主 以及心理上的自尊 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是要同步进行 那因为它是目前长照规划并不是说一步全部到位 所以以数字来讲可能看到是说没有到涵盖面百分之百 但是事实上在整个工作的推广上面 我目前说这样子是一个是我们目前明年要做的 已经是一个比较饱和的一个工作程度 好谢谢谢谢局长 局长你请坐 那社会局长请你简单的回答 我们跟卫生局在这一块的分工 就是民众到我们长照管理中心登记之后 会由长照管理中心的照管专员宣询做评估 像目前应该是36 38位左右 那据说已经跟中央极力争取 明年会再争取相关更多的人力来进行评估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人数也会扩增 那只要评估下来之后 哪一些对象适用哪一类的服务项目 就会由我们社会局这边来在我们的照顾平台上 指定assign我们相关的不同的照顾人力 然后进去不管是到宅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相关的服务 那到目前都还是就现有的工作人力在做训练 还会再争取更多的照顾人力 获得他必要的license进来之后 希望我们未来在服务量能提供上 可以达到民众的需求 那目前第一年的相关经费都还是有卫福部在支持 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跟中央争取确认说 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比例可以中央亦注多一点 因为如果到时候未来要比例一直地方自筹的部分要增加的话 未来人数增加其实地方也是财力压力很大 谢谢 谢谢局长 局长请坐 那我这样问也是希望我们市府可以多争取中央补助多一点 让我们长照2.0的这个政策实施的更好更周全 那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都更计划 那我们知道说蔡总统在都更计划政策 主张11月14号定案宣布 透过老旧住宅更新带来带动国内内需的市场 然后要求行政部门月底前提出规划的方案 对于安全堪率的老旧住宅能够给予容积的诱因 那我知道市长总统的这项政策是当时有行政院长林权 跟立法院的民进党团还有您 召开执行决策会协调会议时决定的 那总统认为说都更计划的进行加上相关经济活动 固然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产值 更重要是内需经济的动能 这才是我们重要的政策目的 也是政府当前应该努力的目标 那其实目前国内超过30年的老旧公寓住宅 根据估计有14万栋超过100万户 那其实这些老旧住宅 普遍都是公共设施不足 公共空间缺乏还有品质 所以就是蛮危险的 那还有5万余栋有建物耐震安全的疑虑 所以必须补强或重建 所以总统要求加强整合民众参与的意愿 平均屋宁我们高雄市 平均屋宁是28.79年 那其实超过30年的那个屋宁的房子也蛮多的 那市长对于总统宣布的政策 高雄市政府在未来老旧住宅 如何进行都根的计划跟执行 所以高雄市平均的屋宁是28.79 很多房屋都那么老了 然后也超过30年 对来未来的都根会牵动到更多人居住的问题 所以要谨慎跟周焰 那这个问题我想请市长回答 市长答悟 谢谢 台湾目前从台北的文娠事件以后 我们的都根面临更多的困难 好像必须要有100%的整合地主的意见 这样社会包括地主才不会反弹 在整合的过程很难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我认为到高雄目前来讲 我们有三件是重建 四件是整围形 但是我会认为说高雄未来都根 大概就是整个容积价值的高低 这个大概是一个我们都根推动 大概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不过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也愿意跟李彦说明 那高雄有很多的一个规划 对于整个都市的再生作为 包括亚洲新湾区 大家可以 李彦可以看到亚洲新湾区的周边 几乎是宽转再造都不一样 另外文化局黄埔新村 还有宜住代付的这些计划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模式 那都发局我们有风貌的银件 还有整件装修 还有整个经营补助等等这些计划 就是说整个都根不只是说重建 有很多的过程 那接着说 当然现在总统他们提出都市更新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有些南北 北部双北的部分 大概都根的部分 在南部的部分 并不是我们未来在整个整修重建 包括维修 包括都发局跟相关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也厌力 在跟大家跟相关再来讨论 怎么样子逐渐来推动 让这个城市有更新的风貌 不过我刚刚特别提到 像亚洲新湾区的周遭 那几乎也是一种很大的都根 那几乎是整体的环转 那我们未来在这个部分 都市发展期等等 我们会在这个部分再加强 谢谢市长 市长您请坐 那我刚刚提到说 因为总统的这项决定 可能您也非常支持 所以说也希望 运用在我们高雄这个部分 那我刚刚讲的高雄老屋其实非常的多 那很多人我之前也提到 就说很多人从高铁下来 然后一下来 然后看到那些眷村的房子 是非常的老旧 那这个是我们高雄市的门面 有时候这样下来看到这样子老旧的房子 我会让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没有进步 那因为刚刚市长有提到亚洲新湾区 大家都非常期待亚洲新湾区 可以让反转高雄 但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很多 现在大家都依赖在高铁 那可能就是飞机上也已经没有南北的飞机了 所以说在这个交通的主要干道上 我是希望这些老房子可以做一下比较快的改善 让外地人或者是观光客来我们的高雄 看到这些第一眼的第一印象 这些新房子的话 会认为说我们高雄市的确进步很多 那当然如果说来高雄晚的一些观光客 或者是外地客 来看到我们高雄转移全能认真深度旅 是觉得我们高雄有改变 但是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知道非常多的国家许多的城市 他们都针对这个部分都已经在做改变了 那也希望我们市府团队可以往这样子的努力 那以上的建议就是说 刚刚不管谈到青年 还有怀孕妇女还有长照2.0 希望我们市政府这些部分 竟然还有劳工做一些政策 就希望把它做得完善跟周全 那以上谢谢主席 我把剩下的时间请那个刘德林议员来咨询 谢谢 我在想说针对的我们的议员 都是非常的关心 包含我们政府 从小孩子的生育率到我们的教育 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就业率 还有怎么辅导我们的青年就业 这些又一连串的 从我们这个政府的责任 从我们小孩子一催生 我们到了这个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国籍 我在想说这都是政府的责任 不过现在推动我们长照2.0 我在想我们理议员 我们所有的议员都很关心 可是在2.0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大家刚刚讲到 希望青年能够就业 青年能够生育 可是在后面我们必须要检讨的一个 2.0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项次 就是这些老人家 我们来讲的话 家里面这些老人家 现在现有的 如果是重大失智失能 然后必须养 这个养赖的一个护理之家 这个人数相当的庞大 尤其在高雄市 我们的人口老化已经到了 这个到现在 我们上次提到是104年 现在105年 是年底的话 它是37万了 很快 所以说在这上面 年轻人的沉重 跟家庭的一些沉重 如果说我现有的资料 将近5200户 那如果还没有提出申请的这些家庭 我在想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现在的我们长照里面有提到 一个最重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我们护理之家 他既然在匡列的这个长照里面 他是匡列的第一个项次 可是真正护理之家 也是长期我们钢市市政府 这个市长对这上面也很重视 重视的部分就是我们编列的预算是将近6亿多 可是在这上面还是杯水车薪 还是没有办法承担 可是很多的一些市民 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 他必须要养小的 还必须要去承重 这个年长的 他真的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说本席就再三 一直来这个催促 我们钢市市政府 在这上面 我们的所年轻人 跟我们高雄市市民 所期待的 我们2.0上路 在2.0上路里面 我相信这个盲点相当的大 而且中央你不能说是 只能在喊这个长照 可是你真正的并没有下放的经费 我那天有提到 我们市府团队应该不管推动小组也好 或者这个社会局也好 这个巷弄的 我想他们都应该是已经准备准备到位 可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讲我们只欠东风 我们的经费的预算的规模 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市长 你没有办法做到 你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我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后续的要申请的人很多 他压力的这个沉重非常大 我请市长在这上面 跟我们这个整个长照的经费 都没有办法 这个很充分的状况下 我们怎么样来来面对这个未来 我们所在这个提到的长照2.0 跟我们市民怎么样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很重要 请市长答复 来市长答复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刘一元特别关心 几乎刚刚听到 就对比个重度 在身心障碍 在护理之家的这些个案 他现在所得到的补助 是要看他脏别的类别不同 那不同的话 从25%到百分之前额的补助 但是他前额的补助 大概是2万亿 那这样的话 可能对于若干 现阶段在护理之家 需要照付的这些人 可能还是不足 所以我会认为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继续跟中央 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些讨论 如果有一些不足的 有一些必须在我们复理之家 他可能是非常重度 这些经费 那家里 我想家里的负担 也没有办法再来承担这个部分 那如果有这种特别的个案 那我会认为 我们当然要协助 那我会认为说 如果特殊的个案的部分 我们会检讨 说怎么样子特别来帮助他 那我会觉得说 有一些人 那我也希望 让我们卫生局 社会局 针对这个部分 有一些他 你如果现在全合补助 对他来讲还是非常困难 那我们应该怎么协助 那是不是 我们也有一些民间的支援 暂时如果中央在制度的规划上 还没有那么完备的话 我们是不是针对特殊的个案 我觉得我们来协助他 我们基本的原则就是说 最弱势就最需要 给我们最大的照顾 所以我认为有一些 这当然不是全部 不过我会觉得特殊的个案 我特别的困难 我认为我们卫生局 社会局 这个部分我们都严厉关心 另外我们也会跟中央 他们未来在经会上 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应该他们在预算的宽列上 应该要让各县市政府 地方政府在这个部分 能够未来照顾 希望长期照顾的这些长辈 或者需要照顾的人能够更作严 谢谢 也就是好 这个针对的这个长照 我们大家都很期盼 可是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真的是压迫了每一个 如果有遇到的这些 我们的市民家庭 这家庭里面他所面对的这个 真的是很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来讲 我们请政府要很 这个正视到这个问题 当然你鼓励生育 你鼓励就业 你鼓励 可是在这上面 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这个社会 现在所呈现的一个非常重 这个严重的一个 整个的呈现出来 真的年轻人啊 我接触的不管是年轻人或家庭有的这些 都都承重了这很大的一个负担 尤其我们政府的资源上面 这个部分 市府已经匡列到这里预算 那我在想中央政府在202.0的上路 更需要能够了解 我希望市长在这上面 能够把地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声音 能够反映到中央 2.0的一个精神在这上面 是赋予很大的一个 大家赋予很大的一个期待 可是这个期待是落空的 这个落空的 我们希望就是说 市长还能够在这上面 再做一个推动一下 我在讲我们行政团队都已经准备好了 唯独你如果说只欠东风 你叫他们怎么办 是没有办法去达到市民所期待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市长也有提到 黄埔新村啊 在市长拍板定案之后啊 现在的整个的一些都在进行 可是这个预算的匡列 跟他的那个文化的一个 还有人文历史 他的这个精神 我一直都感觉到 只是以住待户 只是以住待户的这个上面来讲 我认为是不是 市长把这个 我们今天来保留文化的一个 这个定点 我们是希望他里面的历史跟文化 跟人文结合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做的更好 说在这个黄埔新村的这个预算的架构之下 我在想财政是有困难 可是在整个预算书里面的匡列并没有看到 那我在想说是不是请市长 看看这上面 我们要怎么面对未来 那我在想既然市长有那么关心的这个眷村文化 你应该是非常那个能够在这上面 有一个计划的一个推动 请市长来表达 市长保安 谢谢 谢谢刘宜言 有关于黄埔新村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史泽副市长 或者营局长 他们对黄埔新村是非常重视 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是进很大的力量 不过现在我们怎么样子让黄埔新村 有它我们历史的轨迹 有它要呈现我们建村的文化 那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补助案 那文化部正在审查中 那我会要求我们高雄市集 尤其是我们凤山区 我们喜智杰地位 我们会要求文化部在这个部分 对我们提出来所有的补助的经回 希望这个部分赶快核定 他们正在核定中 那我想这个速度应该要加快 那如果说文化部核定下来的经会 如果还有不足的部分 当然高雄市政府为了整体 我们认为黄埔新村 希望成为我们理想中 真的对于建村历史文化生活形态等等 这个保留是我们很重要历史的一部分 我想如果不足的部分我愿意支持 谢谢 知识完毕 休息十分钟 感谢观看